描写高智慎深屏故事的纪录片超越恐惧 4月8日受邀在布鲁塞尔记者俱乐部举行放映会 在场的资深记者、非政府组织、人权组织代表等无不为之动容 Alexandra Clark代表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前来参加放映会 并带来了副主席的一份声明 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一向关注中国人权 特别是高智慎的命运 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到高律师遭受的迫害 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高律师 超越恐惧讲述的是高智慎如何成为律师 并未受到不公待遇的底层民众打官司 直至了解到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为之发生并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的故事 该片的制片和导演马文景女士 亲临现场讲述了她的制作新路 她呼吁让更多的人了解高 传播高智慎的故事 我做这个片子初衷 我想一个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高智慎的故事吧 然后能够帮助她 第二个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让人了解到 实际上她也就是因为 为了帮助法轮功学员遭受这样的酷刑 然后所以我希望就是人们在看了这个故事以后 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现在遭受的遭遇 马文景女士还将赴奥地利出席该片的放映会 新唐人记者李月里兹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